回到新闻现场 持续带您来关心的是 台中有一名郭姓民众 上个月他到台南来打高尔夫球 过程当中他突然心脏病发 昏倒了失去心跳脉搏 刚好当时有一名台大云林分院的 业姓医师在场 立刻是对他实施CPR 同时其他的球友协助AED电击 直到救护车赶到现场将他送医 幸运的是从鬼门关前救回一命 救护车获报立即赶到现场 国际民众心脏病发昏倒 失去心跳脉搏 人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国际民众被送上救护车后 送医途中人竟然恢复了意识 手能举起还能勉强跟救护人员对话 原来在救护车还没赶到之前 紧急时刻正好一旁有医师在场 连同其他球友赶快加入救人行列 当时管理就是赶快救人 赶快压了 因为他已经没有心跳没有脉搏了 闻不到没有呼吸 然后整个脸都已经有点夸寒了 国际民众经过治疗奇迹是康复 也特地来到医院感谢救命恩人 这位夜行医师正是台大云林分院的精神科医师 国际民众心脏病昏倒时 就是他立即实施CPR 还有其他球友协助拿AD电击 才从鬼门关前救回他一命 之前心脏就有问题了 我有装那个心理调节器 不晓得什么原因会造成 阴倒的这种情形 主治医师表示 一般心脏病突发昏倒情况 大多回天乏术 即使救回来了 也可能因为脑部缺氧 留下后遗症 但国际民众几乎完全康复 实在少见 由于心脏病发昏倒黄金 救援时间只有几分钟 要是人人都能学会CPR 紧急时刻就能挽救一条 报告生命 解雇正习 明镜不倒